我举着毒药要往女主脸上倒时 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女配好坏呀 心疼女儿 夜迟迟能不能去死啊 她以为毁了和和男主 就能看得上她了 前面的姐妹再忍忍 再有三张她就下线了 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我的手一顿 将整瓶药倒在了地上 我一闪神的空当 春河慌忙挣脱 重重跌坐在地 门帘被骤然挑开 一个奇长的身影闪入 匆匆忙忙地奔来 羊手便扇在我脸上 接着扶起摔坐在地上的春河 我脸颊生疼 却顾不得揉 刺激性的药水在地上翻涌 礼食地上冒着白色的泡沫 很难想象 如果这瓶药倒在春河脸上 会酿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我看着苏续厅星红的双眼 愣在了原地 夜迟迟 你这个贱人 眼见苏续厅又要冲上来打我 春河连忙拦住了她 殿下 殿下不要 是春河惹姐姐不开心 是春河不对 放在往常 我早就冲上去 指着春河的鼻子 和她激情对骂了 可是现在 我愣在原地 看看苏续厅 再看看她怀里的春河 我突然不知道 自己这么久以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春河出现之前 我从来没有这么不顺心过 叶府上下都有传闻 叶家三小姐脾气最好 最知道体恤吓人 可是 因为苏续厅推迟婚约 我竟然听信了嬷嬷的话 来害一个素未蒙面的女子 嬷嬷告诉我 六殿下推迟婚约 就是因为移情别恋 只要把药泼到那女子脸上 她便会生满红疹 殿下见了 就不喜欢了 可是 她没有告诉我 这净是毁容的药 叶迟迟 立刻给春河道歉 苏续厅一甩袍子 疼惜地将梨花带雨的春河揽入怀中 转头怒视我 曾几何时 她也会从人群中定定地望着我 边露出一个善意的微笑 边壮若无意地整理下自己的头发 可是现在 我和她四世都已习惯了这种 冷冷呵斥的语气 我没伤她 为什么道歉 我放下自己下意识 想抽出手帕的手 忍住眼泪 平静地看向苏续厅 杀人未遂 就不属于犯罪了吗 这结脸是真大 怎么好意思说的呢 男主能不能一箭刺死她呀 真的看得烦 我看到苏续厅的手 真的搭上剑柄 极力克制的表情之下 仍有掩饰不去的怒意 若不是我敢来 只怕你早已经下了毒手 你还敢狡辩 一旁的春河眼中 划过一丝得意的神情 我下毒手 我平静地抬眼望了望苏续厅 殿下可知 翠月是如何死的 翠月是我的贴身势弊 前几日替我来找春河理论 却被她设计诬陷 与外难私会 被夫人用刑责罚后 她骤发高热而死 可怜我的翠月 临死时仍高呼冤枉 殿下 春河的容颜要紧 翠月的性命便不重要了吗 我冷冷地看着她 有那么一瞬间 我突然意识到 这一切一切罪孽 都因苏续厅而起 若非她有意纵容 我们本不必陷入 这样的麻烦之中 什么 翠月死了 女主好像有点过分吧 那只是权益之计 女主也只是为了自保而已 就是 无条件包容女儿 我无视那些声音 继续盯着苏续厅 她有些诧异地看了 眼春河 半场又转过脸来怒视我 就算她再有过错 你也不该私自惩处 道歉 否则 否则我们的婚约 作废 哈哈 这就是她的死穴吧 UESE男主虽然烦人 但真挚得了女配 婚约就是叶迟迟的命吧 快道歉 听着这些声音 我心中隐隐地慌张 慢慢退去 正视着苏续厅 殿下 你没资格作废婚约 你是不是忘了 三年前动用我 全部嫁妆贴补军用时 她在我父母面前立誓 此生绝不负我 但如今 因我在她面前 太过做小伏迪 她似是忘了 自己说过的话了 不管大事小事 总是拿出这句话来 逼我就犯 我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倘若殿下真的厌我置身 只要归还财产 便可将婚约作废 作废两个字说出来时 我觉得自己浑身一颤 一股苦涩的滋味涌上心头 我死死掐住掌心 忍着没动 苏续厅眉心一跳 压抑地盯着我 见我没有玩笑的意思 她脸色比刚才阴沉几分 放开怀中的春河 我看到她浮在剑柄上的手指尖 在微微打颤 答应她呀 男主你本来也不喜欢她呀 如果不是破于无奈 男主才不娶她呢 和和撑住 她是有苦衷的 只要熬过三个月 你们就团圆了 破于无奈 三个月 我的心里涌上一分清明 心间仿佛在轻颤 我早就觉得 苏续厅待我与从前不尽相同 我总是骗自己说 那是她一时糊涂 或是她正式繁荣 可现在我明白了 这叫做破于无奈 这叫做有苦衷 可我才不要做别人的苦衷 夜迟迟 我真没想到 你如今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苏续厅语气中 是浓浓的无奈 放在从前 我是那么害怕她的失望 甚至不断责问自己 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 我也没想到 殿下会变得这样蛮不讲理 如今我学着她的口气 冷冷地回对 虽然她坏 但这姐的心理素质是真的强 别再狂了 再有三个月 叶佳就完蛋了 到时候看她是怎么求男主的吧 叶佳 我心中骤然一凉 叶佳要出事 可叶佳一直是六皇子的靠山 莫非苏续厅会在未来 舍弃叶佳稳固地位 还是说叶佳本就在进行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勾当 这个声音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对未来发生的事 了解得这样清楚 心中疑云密布 我看着苏续厅带着春河离开 无意上去纠缠 转头回了府中 经过书房时 我看到哥哥一闪而过的身影 见我回来 他没心一跳 连忙将手中的东西往身后收了收 今日没去找六殿下 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换上笑脸 笑意却不达眼底 我很久没有好好同哥哥说话了 之前次次找他 都是为了让他住苏续厅一臂之力 我惊觉 自己与哥哥 竟然这样身份了 找了 我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我们吵架了 怎么又吵架 父亲的声音隔着窗直响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 他也在房内 且一直关注着我 既是婚约已定 便不要太逞强了 何必如此 晚间你送些吃食过去缓和一下 父亲从前知道 殿下推迟婚约时 愤愤地说要去找他理论 现如今 竟然也劝我妥协 我心头烦闷 敷衍地硬下 转头回了屋里 八 晚膳前 我到底还是吩咐 小厨房 背下了一碟杏仁酥 打算送过去 前几日闲谈时 六殿下同我说起过 春和喜欢吃杏仁酥 我也算是主动缓和了关系 如今多事之秋 未免意外发生 我仔细将食盒检查了两遍 但是在盒上盖子时 还是听到了那个声音 太坏了吧 可真恶心 可怜了和和的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呀 每日一问 叶迟迟什么时候死 我的手一顿 看着盘中足量的杏仁 心底一寒 春和 竟然已经有了身孕 有孕之人 既会吃大寒之物 可我根本不知春和有孕 为了讨好他 才会送杏仁酥过去 可没人知道 我到底知不知道春和有孕 如果六殿下知道 是我害了他的孩子 只怕会跟我拼命 到时候 我会无比被动 到底只是巧合 还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我神色平静地吩咐到 立即将杏仁换成花生和针子 重做一份 我静静听着那些 在我脑海中 七嘴八舌的声音 这一次 我倒是要让那些人看看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恶毒之人 夜间 叶家宅院人生静谧 一切宁静一如往常 我却知道 这异常的平静之下 必然涌动着滚滚的激流 叶迟迟竟然良心发现了 这下和和宝贝 应该不会有事了 和和盼了这么久的孩子 终于保住了 可是女配如果不害人 她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她不是马上就要下线了吗 女配 这个贯穿了整个聊天过程的词汇 终于引起了我的注意 如果我没理解错她们的意思 我就是所谓的女配 我从她们口中 拼凑出了我的形象 生性恶毒 终其一生 只知害人 甚至把斗营所有女人 当作人生理想 可事实上 我根本不是这样的 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一直到后半夜 我终于有了困意 不过神思刚有些涣散 便听得门外有杂乱的脚步声 传业家敌女入宫尽见 领头的内观声音冷淡 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对我哥哥递来的茶 连眼皮子都不抬一下 这些人都是 见人下菜碟的货色 敢这样对我 自然是因为六殿下 那似对我颇有威词 放在往常 我早就陪着笑脸 不住打听着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我现在烦得很 这么晚了 干嘛要让他过去 狗子不陪和和宝贝 做什么妖 就是啊 这不纯纯没事找事 让人误会吗 很好 英雄所见略同 这也是我想说的 小轿把我送到宫里 我兴致缺缺的 沿着御花园的回廊 往御帽宣去 回廊蜿蜒曲折 上面有我和苏续厅 一同挂过的宫灯 如今出下 和煦微风 吹动浅黄的穗子 细碎宛如情思 将过往种种 勾得历历在目 迟迟怕黑 你卖台阶时要仔细 千万别闪了脚 那时候他和声低眼 眉眼温存 当时我并未说话 心里却悸动不已 他心思深沉 不爱多言 细腻的情愫 却隐藏在寻常叮嘱之中 所以我总是觉得 他会有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可是 直至今日我才明白 那些他以朝政 为由拒绝我的夜晚 都在陪着春河 他推说 身体抱恙不能前来的日子 大约也都是有春河在侧 两人耳鬓撕磨了 不知多少日子 甚至连孩子都怀上了 我还在等着他回心转意 我真是个笑话 叶迟迟 你这个贱妇 我刚一入内 一个茶盏迎头而来 砸在我额上 一声闷响 温热的血 很快流了下来 苏续听的手青筋抱起 眉宇森冷 看我宛如看仇人 我面无颜色地跪下去扣手 陈女参见六殿下 写漫过我的眉眼 滴在地上 我与他若无情义 何该是君臣才对 他向我发难 我只能领受 见我没有什么反应 他火气稍微消了几分 陈生问我道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陈女愚钝 不知殿下所指 他极为不屑地撇过我 就是春河有孕的事 你别再装了 究竟是谁告诉你的 我也很想知道 究竟是谁在说话 倘若不是他们 我也不能未雨绸缪 就要彻底摆口莫辩了 春河有孕 我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孩子是谁的 殿下又是怎么会知道的 苏续听大约没有想到 我会反问 表情有些不自然 自然是 他犹豫半晌 没有说完 气势却已经弱了下去 我不信他有脸 在我面前把这句话说完 我宣布夜迟迟站起来了 倒打一耙玩得真 前面的姐妹 什么叫倒打一耙呀 她根本没动手好吧 对呀 难道孩子又出事了 可是没人害春河呀 你狡辩又有什么用 若不是你晚间送来的点心 他怎么会小铲 苏续听眉头一拧 拍暗赤我 对呀 他怎么会小铲 我也很想知道 臣女不知殿下在说什么 我轻瞥了他一眼 神情不屑 不知我在说什么 苏续听一声冷哼 伸手扶落了暗上的石河 这不是你送来的 你明知春河有孕 还给他送这么多杏仁酥 你是何居心 看来鱼儿上钩了 谁说我这是杏仁酥 我拾起一块酥饼 抓在手中 苏续听以为我还在耍手段辩解掩饰 冷冷道 自是宫中太医说的 你还有什么好说 我低下头 嗅了嗅手中的酥饼 依然有淡淡的杏仁味 装合之前 我让人用杏仁熬过的滚水淋了两遍 再用清水反复洗净 又将花生切成薄薄的碎片 掺入酥中 所以无论看起来还是闻起来 都同我往日所做的杏仁酥饼 没什么分别 不过 只要一尝 便能发觉 我就是想用有心之人上钩 倘若有人存心要害我 自然一口咬定这是杏仁 甚至可能会买通太医 看来 一切和我预想的别无二致 那殿下验证了吗 苏续听眼神闪躲了一下 他没有 他显然没有 他也认定是我 所以他一一开口 他便彻底在心里判我有罪 也许在他心里 我就该是那种 为他的所谓宠爱 争得头破血流之人 凭他也配 许是我太过冷静 太过傲慢 惹得苏续听不悦 他伸手扣了扣桌子道 你现在招任 可从轻处置 倘若再死不承认 叶家也保不住你 看吧 他都开始威胁我了 我们还没成婚呢 他已经开始居高临下地 拿身份压我 倘若嫁他 以后岂不是要卑贱如泥 处处讨好 将这个叶家拱手奉上供他驱使 殿下认定是我吗 我看向他 笑了笑 自然是你 听他这样说 我任命班地点了点头 然后仰起头来证视他 既然如此 那就请殿下让那位太医过来对质 再将今日当职的太医全部请来 验个彻底 如若真是我有害人之心 我不需宽恕 愿以死谢罪 苏续厅表情凝滞 终于出现了一丝疑惑神情 但是 我扬声道 如若殿下冤枉了我 便请殿下与我叶家解除婚约 一别两宽 从此以后 再无瓜葛 殿下 您同意吗 苏续厅整个人愣在原地 眉头紧皱 他似是并未预料到 我会抗争 他已经习惯了我的低眉顺目和默默讨好 叫刘太医过来 尚未娶妻的皇子宫中出了有孕的女子 这根本就是十分荒唐的事 他又怎么敢大张旗鼓的叫太医过来 刘太医是宫中太医的新秀 听说从前与春河便是同乡 从前我以为他们是同乡情谊 现在却不得不考虑两者之间有更深一层联系 说来也怪 似乎从春河出现的那一刻起 我便发觉 好像所有人都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像所有人都会无条件地偏向他 甚至我也不得不无数次地成为他的对立面 刘太医态度吭腔 端端跪地道 春河姑娘骤然小产 便是因为服用了过多的含量之物 这杏仁苏便是证据 我冷笑一声 将手中的苏饼递到他面前 太医再好好看看 这到底是不是杏仁 刘太医接过苏饼 拖在手中秀了秀道 此物味道清苦 自然是杏仁 他的眼里带着敌意 恨恨地望向我 我平静地回望过去 突然意识到 也许这太医也并不知春河的本来面目 新年他家到中落的时候 叶家曾对他有扶持提携之恩 然而即便他对我并不了解 却始终带着恨意 他所知道的 也不过是从别人口中拼凑出来的我 我冷哼一声 刘太医好歹也是太医院后起之秀 竟然如此草率地断案 这真的符合医者人心的行医之道吗 刘太医清秀的眉眼闪过一丝慌张 他这才将苏丙放入口中 细细咀嚼两下后 便忽然浑身一领 然后猛然抬头 看向了我和六皇子 这 从他的神色中 我便清楚 他已了然 有人欲加害于我 而他已在不知不觉之中 做了帮凶 刘太医 苏续听也掰了半块苏丙放入口中 迟疑地看着刘太医 两人神色齐齐灰暗了少许 这竟然并非姓人 怎么会 既然此物并非姓人 还请殿下 查明春河小产的真正原因 还成你一个清白 我轻轻从他的面上瞟过 昔日觉得英俊的一张脸 如今看来 那样令人生眼 就算今日之物并非姓人 前两日你没送过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冷笑一声 头一次觉得他蠢得没边 春河喜食杏仁 是殿下告诉我的 殿下为什么不想想 为什么春河偏偏在这个时候 将这个消息透露给我 又为什么 为何恰好在留下了这么多证据的情况下 骤然小产 殿下不深想一番吗 苏续听绝非泛泛之辈 自幼在皇城中的成长 练就了他警惕善思的性格 他并不是想不明白 不过是想自欺欺人罢了 女配说的好有道理 这么看女主 也不是他自己鼓吹的那么仁义道德呀 对呀 他之前从来没提过 自己喜欢性人这种东西呀 何何那么喜欢孩子 他怎么可能拿孩子作为筹码 肯定有误会 误会 姐妹你好天真啊 这还能有什么误会 我无视那些杂乱的争执 不顾额上的疼痛 郑重的一败到地 请殿下 叫来今日宫中当职的所有太医 查明春河小产的真正原因 这种事情 怎好惊动宫中太医 苏续听的声音沉沉 面色从未有过的难看 他拂袖坐在上手 瞥了眼内视 眼中不无失望 他如何不知道 春河医术卓绝 妙手回春之能 高超的不像这个年月的人 他怎么可能没有察觉 自己有孕 迟迟 你先起来吧 苏续听难得露出一丝愧疚 今日算是委屈你了 这件事 我会慢慢再做打算 他伸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一副生人物尽的样子 似乎我在纠缠 就显得我不懂事了 他甚至没有一句道歉 大抵在他心里 他对我态度好些 我便应该感恩戴德 甚至应当实大体地替他分忧 忍着委屈 帮他掩饰做过的恶心事 可我冷哼一声 摇了摇头 臣女不愿意 臣女蒙受不白之冤 心有不甘 一定要殿下查清真相 还臣女清白 否则臣女便到狱前 敲灯纹骨鸣冤 苏续听眉头一皱 冷冷道 敲灯纹骨 你疯了吗 就算我说了几句重话 你我本应一体同心 怎可真的将此事闹大 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他现在跟我说一体同心 殿下刚才威胁臣女性命 威胁叶家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到一体同心 臣女有错 殿下毫不顾惜 殿下有错 便一句遮掩过去吗 还有 殿下是不是忘了 是才臣女有言在先 若是殿下冤枉了我 臣女愿与殿下解除婚约 我一字一句说得十分坚定 语气中没有任何可以转环的机会 苏续听诧异地站起身来 步子一个亮呛 叶迟迟 你说什么 他语气轻颤 大抵是以为我适才的言之凿凿 不过气化而已 但他忘了 我从前是个资助必较 绝不含糊的人 当年我们初识时 便是在丞相府的宴会上 那时丞相树子拉了下我的衣带 未想到我会恼火 不过最终 我据理力争一番 硬是让他在众人面前 给我赔了罪 那时我才十四岁 一战成名 让那些王公贵族之子 都对我心生敬畏 只有苏续听站在人群中 朝我善意一笑 叶小姐这身鹅黄的裙子 真是好看 艳后 她便特意来寻我 声音和煦 在下自又不会与人吵架 叶小姐科夫教教我 那时她一曾费尽心思 百般寻找话题同我说话 如今朝夕相处 却只有恶语相向 我适才不过是说气话 你当真了吗 迟迟 就算你真的有心害她 我怎么可能真的要你性命 我只是怕 怕真的是你 她的声音泛着软意 从肩上取下袍子 要给我批 袍子被我一把伸手拨开 眼下要么陈女去明冤告状 要么殿下与叶家解除婚约 殿下只需 二选其一 她不是喜欢让人做选择吗 我也让她选 这真的是叶迟迟吗 怎么这么硬气了 突然有点爽事怎么回事 救命我叶姐是不是重生了 她怎么会知道 女主怀孕的事啊 她怎么能预料到这些事的 太奇怪了 只有我在关心嫁妆的是吗 别忘了嫁妆没药 我心间轻轻一颤 冥冥之中 是他们救了我一命 我十分好奇 不知有朝一日 我们互相知道了彼此的存在 他们会作何感想 你真要与我解除婚约 叶迟迟 倘若解除婚约 你不怕叶家受影响吗 你就这么自私 苏续听从秀中取出一方帕子 必要往我额上抹 却被我一闪身躲开 脏了的东西 还想上我的身 我嫌恶心 殿下早已心有所属 臣女甘愿让位 不过请殿下昭告众人 是臣女主动想与殿下解约 另外 殿下应将所欠叶家钱款 加上利息 如数奉还 还有 待春和身体养好后 请她亲自登门 向我赔礼道歉 只要殿下做到这三点 此时臣女可以不再追究 至于殿下和春和都是好事 不是吗 我冷冷抬眸 虽然仍然尾身跪地 但腰身挺拔 退婚已成定局的 但我要做到对叶家影响最小 他们不是说我恶毒吗 我出身叶家 自幼看惯了名利场上种种事迹 通晓这朝堂之上的心密奇闻 我不过是不屑一顾罢了 倘若我真想用手段 他们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只要六皇子一心一意与我相待 就算为他受尽委屈 降低身段去一逢营 我也心甘情愿 但那必须出自我本意 否则别人休想给我委屈受 叶家是开国功臣 就算是宫廷侯爵 也需得让我三分 你跟我谈条件 叶迟迟 你忘了你跟我说过什么了吗 你说你 叶家 始终都会站在我的身后 这是不是你说的 他紧紧咬住嘴唇 咬得那么用力 有烟红的雪珠 从他唇角浸了出来 殿下也说过 永不负我 我短暂地回应了他 叶家 叶家不可能会同意的 他喃喃自语了半上 神色既难以置信 又有些笃定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一把将他推开 劈手推门向外跑去 我没有再回头 独自往回走 廊外宫灯摇曳 明黄的颜色 已经有些暗淡了 分明是久久无人清理 上面积了厚厚的灰尘 我们之间 再也回不去了 我揪住灯碎 狠狠地一把将灯扯了下来 丢在地上 抬脚狠狠踏上去 踩了个稀巴烂 叶家派了人在门外等我 迟迟 哥哥抱着一件披风向我跑来 满脸急切 厚实的狐狸绒将我包裹 一向坚强的我 忽然觉得钻心地委屈 出什么事了 怎么额上磕破了 哥哥 我退了婚 我不要嫁给六殿下了 我声音哽咽 扑在哥哥肩头 感受到了 他身体轻轻打了个颤 好 沉默了半嗓 我还是听到了他的回应 都听迟迟的 回去后 我大病了一场 昏睡了整整一日 母亲坐在我床盘 一直不间断地 给我额上换着肤料 夜里我醒来时 看见他眉头紧锁 雍容之外 隐有愁容 我又想起了那些 对话中的叶家要出事 想起那日 我对六皇子说要退婚时 他下意识的那句 叶家不会答应 我几乎是肯定 叶家如今在做什么 不善的勾当 且此事与六皇子有关系 可是我的父母兄弟 还是不愿意 为了这一切 搭上我终身的幸福 我并非自私自利之人 自然也明白 他们对我的疼惜 眼下必得想办法 探知真相 然后想办法终止这一切 苏续听在登门时 叶家上下带他 已十分冷淡 他舔着脸来我房中 说是要当面道歉 我正对静仔细地 将药之徒在额上的伤处 疼得眼角翻泪 迟迟 你好些了吗 我爱是 春河说 之前是他自己误食了含量之药 并非有意要加害你 我双手按了按太阳穴 不知道他来跟我说 这些事要干什么 退婚的事 殿下想好 怎么安排了吗 从前觉得他到底是个直爽痛快的人 不知他现如今 怎么变成了这样婆婆妈妈的性子 迟迟 春河已经认错了 他说以后定会谨言慎行 不会再与你相争 三月后我们便要完婚了 郁茂轩偏店 已按照你的喜好 装点一心了 你不是最喜欢御花园的百叶池了吗 我们如从前那般 难道不好吗 他一下子说了那么多句话 但声音却那样的没有底气 因为他太了解我了 只要我说出口的话 便绝没有反悔的可能 殿下还有三日时间 若是到时候 那三件事还没有做成 臣女便会到狱前 去敲灯蚊 到时候 殿下私藏妾室 国丧期远房 私审下臣子女的罪名 只怕会让殿下吃不消 叶迟迟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何必用这种方法逼我让步 不知何时 他声音里已带上哭腔 我现在才发现 叶迟迟是这本书里 唯一一个正常人 男主只是舍不得叶家的产业吧 心里肯定还是有女主的呀 男人的心是流连 心肩上站满了人呢 迟迟做得对 烂黄瓜咱不要 烂黄瓜 我微微一笑 这个称呼真是十分有趣 逼你让步 叶家百年名门望族 定能长胜不衰 我何须用什么方式逼你让步 我可以咬中了叶家二子 与毕静默半上 那些声音果然一股脑地响了起来 乌乌已经开始心疼迟迟了 他如果知道叶家贪污的事 一定很难过 现在已经不那么希望叶家完蛋了 不就是贪了点钱吗 贪了点钱 不是还有豢养死士吗 那可全是为了男主啊 现在男主滚蛋了 咱们迟迟可怎么办 那些声音宛如一道道带刺的长边 抽打过我的脑海 我浑身不住地站立 苏续听这个混蛋 他竟然让叶家贪污来填补他的亏空 竟然让叶家豢养死士来填补他的一己私欲 叶迟迟 你别太任性 你以为这场婚约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吗 这分明牵扯甚广 牵一发动全身 你若胆敢去敲灯轮鼓 看看你爹娘答不答应 你这辈子只能嫁我 啪的一声 他话音刚落 我已经一巴掌扇了上去 苏续听 你有没有一点骨气 众落的掌震抹了我半条胳膊 那些被他利用着做过的事 现在竟成了他威胁我的把柄 可叶家上下数百口人 我不能真的那样毫无顾忌 苏续听 你要明白 我已经不爱你了 就算你逼我嫁你 也永远不可能再得到我的心了 我的声音是那样的软弱 是错 浑身不住的颤抖 笑死 这不是男主的台词吗 怎么被他说了 叶迟迟才是真女主 简直太酷辣 男主真是恶心他妈 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苏续听用叶家威胁我时 我竟真的有过一份动摇 可再细细思量一番 嫁给苏续听又怎么样呢 那些人不是说 叶家就是在我死皮赖脸 嫁过去之后才没落的吗 就算我们成婚 难保他不会继续让叶家顶罪 苏续听在我心里 已经不再可信 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 另外 就算叶家做了些不合时宜的勾当 两者本应互相制约裹挟 凭什么是叶家一味忍让低头 迟迟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苏续听眼眶微红 揉着自己肿胀的侧脸 他在好 终究不能与你相比 我们自幼相识 那么些苦难都一并挨了过来 我心里只认你一个王妃 只要你照常嫁我 我立誓在此 以后绝不纳切 我发誓 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他细长地担缝眼里勤着泪 白皙的皮肤上 透着一道醒目的红 看起来是那样的惹人恋爱 曾几何时 我也曾这样心疼过一个人 可是 我又得到了什么 殿下若是心里有我 就不该把我当傻子 我上下打量着他 你既然说你与叶家千丝万缕 便说明我与殿下不是依附 而是合作关系 既然合作不成 自然不必再谈些无所谓的山盟海事 自古争权夺利 一旦利益相冲 免不了要针锋相对 那时候岂会这样儿女情长 殿下不过是以为我把情爱当作比利益还要重要的东西 才敢这样动动唇舌 便想劝服我 眼下夺嫡之争 明里暗里 他早已杀红了眼 在争权夺势的时候 他怎么不日日拿昔日手足之情来说是 不过是在他心里 我终究只是知会祈求恩宠的 见识短浅的女子 殿下 退婚吧 你不是一直说 要与春河一生一世一双人吗 11日 你欠叶家的钱 便多收一分利钱 你不要再拖了 比起所谓姻缘 我更在乎那笔钱 叶家如今乃多事之秋 银钱多多益善 资金的周转 说不定能助我们脱困 苏续听说过 我恶毒 我为何不可以恶毒 只许他们男人刀剑相向 就不许我们玩弄权势手段 迟迟 门帘一挑 是哥哥朝我走来 叶家会全力支持你 今日能强迫你 明日便能强迫我们 叶家也非软柿子任人揉捏 若是不能共赢取利 便索性丢开手 各凭本事 他亦有所指 已十分明确 凭他和父亲手中掌握的证据 大地也不会让苏续听占了便宜 只是看我们想不想而已 叶迟迟 苏续听自嘲地笑了一声 眼泪泛着晶莹的泪光 你跟我提利益 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都没有 他的声音分明在哽咽 我算计了多少人 唯独从来没有算计过你 我把你当作至亲之人 才会暴露自己真实的一面 那是因为我没有把你当外人 我们十几年的情感 不顶那几千两银子是不是 殿下现在同我谈感情 难道不觉得好笑吗 当时因为春河对我 动辄羞辱训斥的时候 将我丢在大街上 让我独自走回叶家 不顾我安危的时候 一心我害了春河 恨不得对我刀剑相向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同殿下讲感情 殿下是怎么说我的 若是殿下还要最后一点体面 立刻完成那三件事 我们也算两清 我不错眼地注视着他 仿佛察觉到 自己心间的冷意 他没见过这样的我 我对至亲之人 从来都温和相待 可我的多番忍让 不该是他变本加厉的理由 叶迟迟 你别后悔 成串的泪滴 从他眼角滑落 嗓音嘶哑的几乎有几分淒利 好像当年公宴上 我打去说要与表哥同席 他半休半恼地 在我面前哭鼻子 那时候他不急若惯 我上位二八 总以为一辈子都可以这样 在两小无猜之中消磨 再也回不去了 可我不后悔 我永远不会后悔 我没有对不起他 是他没有珍惜 傍晚时 父亲把我叫到房中 他在我脸上不住打量 似是想找到我哭过的痕迹 不过他终是长叹一口气道 女儿长大了 弟弟很失欣慰 我爹捋了吕灰白的胡子 语重心长起来 你姑母近日身子不爽 为父脱不开身 你带叶家过去好好侍奉一番 姑母长居江南 一向身体康健 怎么可能突然抱样 姑母有样 表兄不是就在跟前吗 不如女儿替父亲写信给表兄支回一声 我垂眼浅笑 看着父亲 他却有些慌张地不敢看我 他一直那样保护我 我怎能不明白 他是想让我避开风头 表兄任江南之府 有一同长大的情谊 眼下叶家要出事 他分明是想抓紧把我嫁出去 避免连累我 可我也是叶家的女儿 我怎能只想乐 不担责 就算叶家真有没落一日 我宁可遇事聚焚 也绝不偷生 父亲贪了多少 换养的死事又有多少 我不愿再拖下去 索性挑明了一切 早一日想办法 方早一日可能解决 父亲诧异地看着我 一脸你怎么会知道的表情 这些事 你一个女孩家还是不 女儿也是叶家后人 眼下多一个人出力 便多一分机会 父亲快把一切都告诉女儿吧 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总能找到出路 与毙我攥住了父亲的双手 发觉他那囚禁的双手 不知何时 早已皱纹密布 叶姐真的好神 她其实什么都知道 是我没想到的 就是啊 世家大族的女儿们 也很牛的好吧 绝不是只会哭哭啼啼的傻白甜 就是啊 这种人怎么看 也不可能是为了夫君欢心 出卖自己家族的败类吧 为了讨夫君欢心 出卖家族 我只觉胸中一阵猛烈的震荡 如果按照故事原来的走向 若为了讨苏续听的欢心 我竟然会以自己家族的前程 作为筹码 叶家 原来是葬在我手中的 可那怎么可能 迟迟 父亲已长覆面 年过半百的人 在我面前老泪纵横 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诸如当年为了填补 苏续听军中的亏空 他不得已 做了违心之事 而后 在苏续听办事威逼 办事央求之下 他只能越陷越深 再到后来 甚至有饲养暗卫 招兵买马的行径 他说 六殿下在皇子之中 虽然不是数一数二 但却惯会藏桌 他一直等着欲蚌相争 想坐收渔翁之力 一旦太子倒台 他便会背水一战 其实前几日 我一直在想 该用什么方式 说服爹爹 舍弃于六皇子的合作 但没想到 爹爹早有此意 一直让他举气不定的 只有我而已 我不知他是怕我执意 要嫁心上人被牵连 还是怕我会为了 讨他欢心而出卖自驾 但无论是哪一种 让家族有这般担忧 我何其惭愧 可见当年若非突然警醒 我已经沉迷成了什么样子 爹爹的话 让我心惊 他说 朝堂上如今已势同水火 叶家一旦脱离六皇子 便难免成为众矢之地 叶家败落 已成定局 怎么样 要怎么样 才能拯救叶家 我一遍又一遍发问 期待着那些声音 能给我答案 除非三个月之后 能 只要先 然后再 一阵刺耳的轰鸣 在我耳边响起 仿佛某种特殊的警告 将那些声音掩盖过去 也许在隐匿的字句之中 便是解决办法 可是不管怎么努力 我都听不清楚 我们要相信迟迟 他一定能做到 这是他们最后一句话 然后不管我再怎么发问 都不再有回音 不会 不会的 我掐着手心 强迫自己静下心来 一定有办法 回忆在我脑海中翻来覆去的过 三个月 还有三个月 一切怎么会这要巧 就发生在三月之后 叶家失事 源头在六皇子身上 这说明夺敌之争 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就等一件大事 作为导火索 将一切烧个天翻地覆 这件事 会是什么 我虽然不知全貌 但从这些人的 直言片语中 已得了不少线索 我迫切地想将 整件事拼凑得完整 爹爹无需担心 六皇子并非良人 且他的敌人不少 我试着开始自己想办法 他一直自诩为直骑之人 爹爹就没有办法 拉他入局吗 我的意思是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投靠六皇子的敌人 也许能获得一线生机 父亲诧异于我的冷静 定定的抬眸忘我 可是六皇子毕竟 与你 他心中大约还是惦念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感情 见我曾经那般痴迷 怕我再回心转意 他既然能舍弃我一次 以后便同样可以舍弃叶家 倘若有一日 他自身难保 很有可能会舍弃叶家保护自己 叶家已经为他做了那么多 不算亏欠 都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男龄投个自飞 更不要说 我们本就不是夫妻 在那个声音响起之前 我一力追求的只是柔善 但现在 我突然觉得 就算恶毒一些 又怎么样 又过三日 春河来了叶府 他格外轻瘦 脸色惨白 但我却明显看得到 他额头和两颊上厚厚的肤粉 就算有他掩饰的成分 我也看得出 这段日子 他过得并不称义 六殿下不愿前来 特意命我将聘书和银钱带来了 他着重咬住了 不愿前来四个字 仿佛是在强调 苏续听对我的厌恶 但我根本不在意 苏嬷嬷 你去叫哥哥 一并去清点银钱 务必保证一分不少 春河朝我望来 眼中引有不屑之意 你竟然也这般在意银钱 我还以为你有多与众不同呢 我汗手笑道 我自然是寻常俗物 不比你与众不同 脏得臭得都喜欢 你 春河正愣扮上 大约是想起苏续听的主妇 神色软上两分道 上次的事 确实是我不对 不过殿下只是责问两句罢了 我真的没想到 叶小姐会生这么大的气 熙攘的街上 她深深一躬 引得众人纷纷侧目 如今退婚的事 正赚得沸沸扬扬 不过因是叶家主动提出 六皇子近日又不断有资金周转腾挪 自然有传言说 是六皇子做了亏心事 这是在以银钱弥补 Z 眼下他这样大张旗鼓 无非是想平息谣言 顺便让我落下个善度的名号 在京城留下个恶名 可我从来就不在乎那些 我连生存大事都未成定局 我会在意名声 他敢这样设局 我就要让他自吞恶果 你既然知道我气得要命 就应该摆正自己的态度 他没想到我会认下 一时间眼睛瞪的老大 我今日既然来了 自然是诚心认错 何况狮子的人是我 我已在鸡鸣寺 为那孩子念了三日的经 这是博我同情 我全部理会 我可是鼎鼎心肠歹毒之人 你既然心成 就烦劳你从这里开始 一步一磕 一直磕到鸡鸣寺 替你死去的孩子鸡 一点福分 还有翠月 他因你而死 你也许给他认错 翠月 他柳梅倒树 他一个闭子 凭什么要我认错 我冷笑 你不是一项鼓吹 人人平等的吗 他与你都是人 怎么就不需要认错 你那个孩子怎么死的 你自己清楚 要么磕 要么我现在 便将你有孕之时 说个清楚 你看看你和你的六皇子 会有什么下场 他自然也清楚其中厉害 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我小产之后 身子还没养好 同为女人 你就忍心 若是我以后不能生育 你不会后悔终生 我轻吃一生 你还挺看得起自己的 你要知道 在我这种恶毒之人眼中 你的性命 还比不上翠月身上的 一根毫毛重要 你设计害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同为女人 你都忍心 我有什么不忍心 磕吧 让世人都看看你的诚心 我笑得纯凉无害 轻轻拍了拍她的脸颊 看美人花容失色 自食恶果 当真是一桩去世 嬷嬷 我招手叫来苏嬷嬷 你好好跟着春河姑娘 若是她有退缩之举 你就将她如何有孕 幼狮子的事 好好提醒她一番 说完后 我失失转身 不屑于回头再看 后来再听到春河的消息 是那位刘太医说的 她告诉我 春河磕了三千多下 回去后下红不止 有血崩之态 孩子确实是再也生不了了 她用紫寺求荣宠 落得这样的下场 是她的报应 不过她为她开了最后一幅方子 保住了她的性命 然后便从太医院请辞了 当年心心念念要守护的人 真面目如此可不 也难怪她会如此 她来向我郑重道歉 也感念了当年救助真 叶小姐豁达明朗 才是真的大家之风 她不掩饰眼中的欣赏 拘了一躬 上马远去了 有许久听不见那些声音了 我有时静也觉得想念 不过一直忙着清算叶家财产 官场上种种逢阴联络 忙起来时光过得飞快 三月时光转眼而过 我没想到 变故竟然来得那样快 南方连日大雨过后 洪水在一个夜里冲垮了堤坝 漫过河堤后 一夜间便淹死了不知多少岸上住户 比朝廷赈灾队伍更快的 是爹爹和表兄的人马 那时 叶家已经将所有产业变为了现银 府内家丁仆役早已南下 在洪水爆发的第一日 消息还未传到朝廷时 便用私银搭建了临时茅屋 每日在大街小巷间无常试周 发泄日常音物等生活必需品 家中的银钱一日日消耗下去 可我却在父亲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脸 我知道 那是他赎罪的方式 雨还是不停下 京郊的河堤也涨了 鲜烟凉甜 后烟庄稼 在这样连绵不断的雨势之中 那些深埋于重重叠叠的阴云中的惊雷 终于乍响了 某日撑着油纸伞 想去铺子里当东西时 听到有人在身后叫我的名字 那在狂风骤雨之中浑身湿透的人 掌心捧了一块温润的玉朝我奔来 夜迟迟 熟悉的声音在雨中格外淒雳 你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 雨水从他的眉眼上滴落下来 蕴染出苦涩的弧度 昔日一身玉贴的黑袍 紧紧地贴在了他身上 六殿下 我朝他汗手 我怎么会忘呢 今日本应是我们定下的婚期 是从前的我 期盼了那么久的日子 他头发淋湿 尽数粘在脸上 脸上鼓鼓流下的 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整个人是那样狼狈 回头吧 夜迟迟 跟我走 出去避避 京中恐怕要生变故 我自然记得 在那些声音的浴室中 他们告诉过我 我会在自己最期待的这一天 在大婚当日 见证夜家的败落 苏续厅也知道此事 他定是从春河那里听说的 这本来应当是他取胜的一个筹码 但他竟跑来告诉我 可是 他还以为一切会跟从前一样吗 现在从前中不肯脱身的人 只有他自己 我接过那块玉 放在掌心端下 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当时归还嫁妆时 他会把此物还给我 我早已发觉 但没有点破 喜爱时那是一块西式珍宝 不爱时 与石头又有什么两样 我随手一抛 将玉丢到了街边乞丐的碗中 殿下 您搞错了 您现在应该担心的人 是您自己 雨林卫已经来了 当街逮捕了他 同时被抓去的 还有父亲和哥哥 他们那时正在周棚里失周 听说雨林卫找了半天 才找到川的与寻常百姓 没什么两样的两人 六皇子种种行迹 败露于众 他府中财产被尽数查抄 除了私养安慰以外 他府中还有各色圣上 都没有见过的珍惜兵器 藏在他从未对外人说起的暗示之中 那暗示 他只对我一个人提起过 当太子当众点述 他这些罪行的时候 他没有辩解 只是笑了笑 春河一被抓住 在他府中 发现了很多治疗瘟疫 和急救落水之人的药方 结合连日来发生的种种 有人说他是暗中施法的妖女 这些是我从那些奇怪声音中 听到过支言片语 他们说 我落难之日 正是春河崛起时 尽管饱受争议 但那些受过他救治的百姓们 联名尚书 保住了他的性命 可是现在那些人没有出现 在他沿着鸡鸣寺磕头时 我曾派人潜入过他的房间 找到了他写过的药方 猜出了那些声音不能告诉我的未来 我推测出了这场洪水的爆发 也猜得出 大乱之中 皇上为了充赢国库 极有可能做出查抄叶家的事 所以我一早便与父兄商量着 将叶家产业全部变卖 换成现银 加固了堤坝 囤积了米面和草药 在水灾中丧生的人大大减少 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瘟疫的发生 若能在萌芽中止住动乱 我宁可不要所谓名声 六皇子之事 牵连甚广 叶家也不能幸免 父亲一身粗不麻福 在店前贵得也算坦然 去年罪臣到乡下访茶之时 寓意跛脚道人 他告诉罪臣 一世之人降临大业 暗中施法 四年夏末 恐有一场大灾 一时间 朝野哗然 有几人忍不住将目光投向了春河 此等无稽之谈 不该乌圣上倾听 但罪臣实在是害怕 便想在暗中积攒些银钱 防患于未然 罪臣这十数年来清廉奉公 没有多余银钱 便昧着良心收受了一些贿赂 至于是何人送的 送的多少 臣都已记录在册 所有银钱 据用于修建堤坝 救治百姓 罪臣家中 如今已家图四壁 身无常物 臣自知罪无可恕 但求陛下责罚 臣只愿江山无恙设计平安 至于臣一人性命 死不足惜 他边说边猛然向前 处逐倒地 夜郎 是个忠勇之人 陛下如是说 而后扶我掩气 亮枪离去 我听说这些的时候 便明白 夜郷 算是保住了 雨停时 朝廷的旨意 也一道道传来 那时苏续厅已死于狱中 我并不知他是恐罪自裁 还是被有心人暗中下了手 这都不关我的事 我只关心夜郷 我知道 虽然功过向底 但父亲确实做了错事 他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他拒绝了圣上安排的闲职 自寝流放西南三年 欲将数十年来搜集的农业心得付诸实践 哥哥所知不多 不过也辞了官 在城门处做了一个看守 不过 我相信他那般谨慎恳勉之人 不管做什么 都不会是平庸之辈 京中之人都在为夜家探晚 晚西那世家大族 一夜间便落败入泥 但只有我知道 这已是极好的消息 预言中的噩耗 终于没有发生 只要我们一家人都好好活着 好好在一起 荣华富贵 不过是身外之物 我没想到的是 在未来的某一天里 我竟然再度听见了那些声音 那时夜家仍是众人茶余饭后 口中的谈资 与往日不同的是 我一成了他们口中讨伐的对象 他们说 六殿下行迹不轨 与夜家过从亲密 夜市女也不会干净 况且有了退婚的经历 又逢家族落败 这辈子算是毁了 若我是她 我便不活了 现在死了 也算真结猎女 听到这句话时 我正从桥上过 把家中剩下的首饰 拿去典当给母亲治病 盯着脚下汹涌的波涛 我竟有一瞬的出神 骤然的变故 也要将我压垮 我真有一刻 动了那样的心思 可是 就在我要往前迈步的时候 那些熟悉的声音 忽然一股脑响了起来 见不见哪 迟迟不要听他们的话 真结这种鬼话 在性命面前算个屁 真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会犯件到 希望一个陌生人去死 要是没有迟迟宝贝 他们早都淹死在水里了吧 真会恩将仇报啊 我今天守在这里站岗 看谁敢嘴贱 别怕迟迟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只是碰到了无耻的人 那么多苦难都熬过来了 别在这个时候放弃 眼角一阵如湿 我察觉到有泪落下 虽然暴雨刚过 人烟稀少 轻倦都不在身旁 但那一瞬间 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孤独 身后好似有很多人 尽管从未蒙面 尽管素不相识 但我知道有人与我同行 同情我的苦难遭遇 甚至会鼓励我向前走 虽然我们偶有局雨 也许有误会 但在这种时刻 我们永远站在一起 河流湍急 仿佛能洗刷去旧日的种种磨难 我沿着河道继续往前走 那些声音还在继续 迟迟真的很棒 不管别人说过什么 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 她真的从来没有用 所谓贞结去迫害女性 哪怕是对不喜欢的人 爱一个人从来没有错 错的是那些辜负爱 践踏爱的人 迟迟宝贝 从来都不是谁的配角 那些声音越来越小 变得广远而空旷 仿佛想在天边 又仿佛在耳迹 直至完全消失 永远停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自此以后 她们再也没有出现过 日子久了 有时我也觉得是一场梦 但我一直记得 记得她们曾救我性命 提醒我在爱人之前 要先爱自己 有时深受苦难 时日艰难 想起那些话来 总觉得有无尽勇气 我和母亲迁到了江南的姑母家中 我们在那里一起等父亲回来 从前与母亲时常伴嘴的姑母 变得那样和善 两人常常在房中私下里说些梯极话 有时似是在商量着什么事 看我过去 却又眼口不说 姑母信佛 我也常跟着她去佛堂 佛堂内 我学着姑母的样子 诚心跪拜 心中祈祷 那些从温言劝我 心怀善意的女子 亦可以在她们年月里 惬意安然 其她们也可以走出那四方天 在更广阔的天地里 施展一番抱负 愿她们能不被那些 世俗眼中的定义所局限 不被流言蜚语所禁锢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绽放成千百种样子 全文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看小说